这永道竟然连精神力也无法赚到 欢迎来到沙漠 这里是地狱的都城 你可以在这里 你可以在这里 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 哥 代价就是你的生命 四季魔童 站住 我是恐怖骑士斯科特 你违背了规则 击败我 你才拥有进入杀戮之都的资格 那我就如你所愿 不灵魂技 看来这就是爸爸要不封印魂力修理的原因 是 是 啊 你过关了 不能使用魂迹的杀戮之都 我来了 欢迎光明杀戮之都 我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您的讲解员 十二个时辰内 您处于新人保护器 我也会为您解答一切问题 十二个时辰后 您将正式成为杀戮之都一员 杀戮之都 如何形成的 杀戮之都已形成千年 传说是一名强大的魂使 突破百集后留下的领域之地 在这里 武魂可以开启 但魂迹却会被束缚 无法施展 魂力也不能用 可以用 魂力可以作为力量源泉 那规则呢 这里的规则 就是没有规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里是罪恶的乐园 罪恶的乐园 是的 并且只能尽 不能出 放我出去 我要出去 我不要继续杀戮了 让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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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这些愚蠢的人 伟大的杀戮之王 掌控着这里的一切 此外 还有执法队 有被杀戮之王赋予可以使用魂迹的魂斗罗组成 向擅自离开 望向 那如何才能出去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获得地狱杀戮场的冠军 拥有挑战地狱路的资格后 冲出地狱路 凡是冲出地狱路的强者 都会被赋予杀神的称号 杀神 不过 杀戮之都千年来 只出现过八位杀神 什么 一玉卢 黄泉路 有去无回 有新人来了 看来又要有新的黄泉路了 有新的黄泉路